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广东南南的大外园人选 随着马上的规论呢 广东南南在后场已经完美的形成一个拼图 但是在内线,在大外园位置还是有所空缺 据最新媒体消息呢 前魔术队的中锋,德国人瓦格纳 视讯广东南南成功 即将与广东南南签约 瓦格纳呢,其实大家熟悉NBA的球迷都知道 他身高2米11,臂展有2米16 他有内线吃饼能力,也有外线的远投能力 并且他的防守也还是不错 虽然在NBA不算什么 可能是由于他的防守问题,被一些球队裁掉 但是在CBA,我相信瓦格纳的能力还是有的 毕竟只有25岁 25岁NBA的当打中锋来到CBA打球 应该是属于一种降维打击 对于广东南南的内线呢 当然需要一个能攻能防的一个大外援 但是如果瓦格纳在防守端做的不太好的话 当然可以用他的进攻单来弥补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虽然我们也需要又能攻又能守的大外援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 瓦格纳其实也是挺适合广东南南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猪方雨 也是即将要与瓦格纳签约 对于广东内来说,有一个大外援 然后再加上马上 这样的话,两个外援作战 下个赛季我想拿冠军 应该是希望很大很大 虽然走了周鹏 但是留下了赵锐 来了马上 所以呢,这支球队要比上个赛季 还是要具备更多的竞争力 那么,祝愿这位NBA的冲锋 能够在CBA找到银球的感觉 和广东队一起 把阔别一年之久的CBA总冠军 继续拿下来 好了,这一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